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呼吸机降人频道 其实在这个打呼噜的人群里面啊,有一类人啊 叫做小下颌,也叫面额结构引起的这个打呼噜呼吸暂停 就睡眠呼吸暂停 那很多朋友对这个小下颌印象不是很深,也不知道 小下颌到底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大家仔细看我的这个面额结构啊,仔细看我这张脸吧 我这张脸实际上就是典型的小下颌,看到了吧 我的下巴在这个位置就突然间变得很小了 它在这儿,它不像这样的大大的 我这种脸就典型的小下颌脸,小下颌的面额结构 所以说我自己就打呼噜 我在五年前左右的时候,我人比较胖的时候 那会儿肚子比较大,脸非常胖 脸胖的时候呢,我那个呼吸暂停是非常严重的 当时呢,其实我老婆就听到我打呼噜打的打的 突然间就没有气了,也挺害怕的 我是后来硬生生减肥减下来,我这个打呼噜,我这个呼吸暂停才好转了一点 但是呢,现在我偶尔也会打呼噜,有时候养醉仍然会打呼噜 像我这种下巴,我这种小下颌,一旦养醉的时候啊 就很容易发生气到塌陷,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我一旦养醉的时候呢,这个位置呢掉下来,因为我的下巴比较小嘛,这个地方的肉很容易 就本身就狭窄,然后一养醉的时候就让它狭窄掉下来,掉下来气到就发生阻塞了 所以说呢,我这种人啊很不幸啊,就是说我瘦人啊,我也很容易打呼噜 就是面核结构没办法,真是妈生下来的,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有这种小下颌的脸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胖 千万不要胖,你胖了会给人感觉你的脖子会很粗短粗短的 脖子粗短呢,就特别容易引起这个睡眠呼吸暂停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小下颌 我也是以自己来做例子吧 希望大家都把身体能瘦下来 控制好嘴,迈开腿,健健康康的 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选择呼吸机,选择呼吸机降人 如果你正好就在宁波的话呢,可以来我的办公室啊 中农信7楼734,我在这里恭候你的到来,谢谢